出出出出出大事了呀兄弟们 从今天开始可能你的号再也不属于你自己了 王毅的这波改动不可谓不狠 一刀直接刺进哥哥的心脏 最新的服务条款不知道你们关注了没有 11月1号更新也就是今天 首先是第三条游戏虚理物品的所有权 游戏虚理物品或称虚理物品 包括但不限于游戏角色资源 道具包括但不限于游戏币 装备武器 坐骑宠物召唤兽等 其所有权都归王毅所有 用户只能在合乎法律规定和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使用 换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只有使用权 但是没有所有权 怎么就跟买房子一样 咱们只有70年的产权 如果我们的账户被封停或者永久禁止登录 那我们所有的虚理物品使用期将自动到期 再来看一下第四条的第九小条 王毅根据本服务条款对游戏账号的使用授权 仅限于账号初始申请注射人 只要没经过王毅的同意 账号初始申请注射人 获得赠予借用出租共享转让或者售卖游戏账号 或者以其他形式许可其他主体使用游戏账号 否则我们应当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和后果 同时王毅还有权利采取倒扣数值 回收虚理物品 扣除长宝和交易款项 暂时隔离 永久隔离 强制离线 暂时禁止登录 暂时冻结玩法 永久冻结玩法 封停账号 删除档案等措施 并保留中止中断或中止使用盖游戏账号 前面的这些也就算了 王毅还有追究我们法律责任的权利 前一段时间维护完之后 不是直接放出的关于宝宝环修炼果兑换需要解锁的事情 真真切切的打击的以猪高等级号 给别人用于跑宝宝环的工作室 从今天开始 以后凡是以猪号为名的模式都要被一刀切了 我感觉包括但不限于出租持国场景号的 出租五开号的 出租内台PK号的 全部都得被叫听 那我再尝试联想一下 找管家刷绿条的小伙伴会不会受到影响 甚至这条规定让我有种错觉 以后让朋友帮忙上号 是不是都得掂量掂量 不过我觉得王毅这次改动 应该只是针对盈利性质的猪号 否则那些主播接资源 是不是都得被封号 还有就是下面这条 王毅还是一贯的作风 严厉打击商业牟利 普通的刷子我们就不说了 这里还涉及到跨服商人 其中的第三小条 利用不同服务器的虚理物品价值差异 在不同服务器买卖虚理物品获利 第四条的这个形容 充当游戏账号 虚理物品交易中介收取费用获利 这条描述看起来不太像是红索商人 反而有点像担保人的意思 但是这个怎么去界定 我是不得而知 可能是我理解这句话不够透彻 虚理物品交易中介 难道暗指的是游戏商人吗 号贩子也受到了打击 从第八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将购买或其他方式 获得的游戏账号 游戏角色进行拆解 通过出售角色 游戏角色所装备的游戏虚理物品 或者通过将游戏账号 所包含的点卡数额 进行套现的获利行为 也界定为商业牟利 这几波的组合权打下来 不知道梦幻的经济市场 会不会受到一定的震动 这也可能是王一一种 断漫求生的方法 毕竟为了维持游戏类的稳定 打击一部分是必须的 在看到前面这么多 针对性的条款改动之中 唯一让我觉得 有人情味的是这一条 关于逝者近亲属的权利 如果有梦幻的玩家不幸逝世 其近亲属可以联系王爷 依法行使对逝者的 相关个人信息法定权利 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 刷到了某博主 他一个粉丝求助 说的是家里一个亲戚 突然去世了 之前一直是在玩梦幻戏游 说到的号能卖点钱 家里人想把他的号卖掉 来补贴一下家用 但是都不太了解这个游戏 想咨询一下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 怎么重新获得逝世者的 游戏账号使用权 所以我觉得这个条款的放出 是比较人性化的 毕竟现在动不动 有些人的游戏账号价值百万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兄弟们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都已经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 免费的红星和关注 能不能给一个